前场比赛还剩30秒 落后一分的塞尔维亚队前场封球 球碰了郭艾伦的脚后滚出界外 两位当职助理裁判在几番商议后还是裁定中国队获胀发球 这样的判罚让塞尔维亚队的队员们情绪开始失控 11号周园一脚将球踢下了判罚 现场的气氛也骤人紧张了起来 在此之前塞尔维亚队就对本场比赛的多次判罚感到强烈的不满 在第三节他们更是罕见地吃到了三节三次技术犯规的处罚 在最后如此关键的时刻 再次遭遇争议叛罚 塞尔维亚队压抑许久的愤怒终于爆发了 言谈间的举题复合 更是让他们和中国队的队员们发生了些许质地冲突 不管有意或无意 裁判还是再一次成为了中国队热身赛的主席 台湾 爹ie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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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出手啊 风风火火创九州啊 就出手啊 风风火火创九州啊 哎呀 当比赛是中欧南兰对抗赛 中欧南兰对对塞尔维亚的比赛 现在比赛已经是来到了第四节的最后6分钟 我对此时是落后6分 一角去了篮板球 一角宇远 一角猪鹏 好球 关键三分球 猪鹏 这时候中队场上阵容内线是12号李木豪 14号李小旭 然后前方是9号翟小川 11号猪鹏 后位是4号李小宇 他们在防防对抗非常激烈 李小宇 这个也是给了一个打手犯规 李小宇两罚 我们在前三节就是一直是有些小摩擦 然后到第四节这个因为裁判的事情 冲突就彻底爆发了 然后李小宇目前是得了11分 他全中 分仗所有的1分 暂停回来就是这个效果还不错 连得5分 就是给了猪鹏的犯规 对方起来就想打架 这个时候就爆发了一次冲突 其实也没啥就是一个普通的犯规 不知道对方为啥会这么激动 也没有什么坏动作 就是跳起封盖之后的一个犯规 对方就激动的想过来打架了 这次财单也是给了一个打手犯规 可以拿到球 可以拿到球 中途 中途 比方的连续了5分 我对追平了比分 当比赛是2014年 对方故意的话 猪鹏就撞翻了 这觉得猪鹏还是比较冷静 这次动作绝对是百分之百 故意冲的人去 上场比赛 脑颓 球员需要现在装民的加油声 中国队 动作绝对 也是郭勿明�조老 接任中国男郎之后带的第一届 然后揍炭是对这是男兰队长 一直到接任中国南兰之后带的第一届 然后周鹏是阶级南兰队长 2013年中国南兰史上应该是最黑暗的一届压锦赛了 但是八进四的比赛中是输入了中国台北 连四强都没进 然后也是下定决心吧 开始重建 那些老队员基本上都是拐队不在征兆 犯的这批全都是年轻人 周鹏在队中就算是 可以说是除了阿联 周鹏就是最有经验的球 整个2014年一年来没有打拐队比赛 连罚都没有 就给了李小旭的犯规 对方接着罚球 我现在是花上了5号关联 我现在是花上了5号关联 9号关联 周鹏 再给了郭艾伦 小川比较周鹏 3分9 这3分不正 就给了塞尔维亚这边的篮球犯规 这场现在裁判为了控制场上 这个局势哨子是非常密 又是给了李小旭的篮板球犯规 以为是给了对方的篮板球犯规 两发都有 又是分招回到4分 这个是掌柴 外轮 然后赵台龙 主母好 给了一个推认犯规 这半时间双方犯规都满了 基本上每一个回合裁判都会响哨子 也是为了控制场上这个局面 哨声是越来越密 接下来发发中 这个镜头都没跟上 周鹏怎么又被撞倒了 没有慢镜头回放了 看一下慢镜头 这次应该还好 就是一个普通的冲撞 然后给了又给了周鹏的犯规 其实这一段也没有感觉 踩盘有什么哨子明显的偏向中国队之类的 连续的还是还是在吹中这个犯规 第3位 第4位 转身 地小旭拿到一个篮板 宝贷龙再给地小周补 地小旭 这次应该是一个犯规 地小旭两罚 两罚全中 两罚一中 这个还是适合全场紧闭 连两队罚球都不少 共有36个 再有28个 连两队 宝贷龙 要周鹏 好球 又是周鹏 需要得分的时候 周鹏一直在得分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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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贷龙抢断 宝贷龙 万竟 相 aos teleport 十 不能 共有 unm 先了 赵太龙 再给郭艾伦 递交赵太龙 竹婆 这三分不中 其实这些球是有犯规的嫌疑 裁判也没有吹 我们好篮板 郭艾伦反击 抛球 2加1 关键的2分 2加法 但不能划进 这次判罚也没有任何问题 就绝对是一个犯规 2分有效加法 罚中 我队领先1分 我们房子也很凶啊 真正纠结的是这个球 这个球是 之后那次冲突的导火索 在外面这个主教练非常不满 只要指着裁判说 对方这个球员也是很满 因为这球确实是砸到过来的脚出界 然后会有曼金球回放 对方这个球员肯定是看得很清楚 看这球 看曼金球 确实砸到过来的脚尖出界的 这个球确实踩到无盘 然后 对方教练非常不满 比赛就开始中断了 这个对方教练冲到场内 这个就过分了 然后想看 对方其实是对方现在动手的 对方就推了一下周棚 对方教练不知道为什么 他上手就推一下周棚 然后这个冲突爆发了 所以实际上首先都冲了过来 好在是没有量成更大的冲突 没时代给劝阻就 这次裁判的盘伐确实有问题 但是之前是没有什么问题 这次是 所以我们要开始翻误战术 照天龙罚球 应该是有没有好法球 好周棚罚球 刚才那一下应该是没有饭满 这种低伐不住 只要能罚进一个就比较稳 哎呦 两罚不中 林木豪拿下一个关键篮板球 赵太宏罚球了 这个罚球确实一直是一个问题 真不准啊 这个罚球 三分投的挺准 但是这个罚球确实是不准 赵太宏第一罚球了 整个赵太宏在2014年表现得非常出色 2014年亚运会 赵太宏是中国男人得分王 两罚全中 5分 再为阿叫了一个暂停 三分没有 籃板球对方拿到 最近拿一个暴客 因为也叫一个暂停 赵太宏接着罚球 witches DC 你有什么 哇 ける 不是 好球,两罚都有,好准我们的罚球还是非常稳定的 海维亚已经没有暂停了 也没有抢3分,那这样比赛就这样了 场上比较最终,比分82比77 终对5分的优势,战争再维亚